全舰的亚冠之战也将要开打,谁也没想到全舰在昨天竟然错过了飞往日本的班机而滞留在北京机场。 为了这场今年年中就定下的重大赛事,横峰以及中潮也都调整赛程让路全舰,大家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让全舰能有更好的状态拿下这场比赛,可谁也没想到全舰却在路上堵车而错过飞机,赛事的调整,比赛首发球员的调整,都为了全舰能打赢路倒,而出现了这样的事情也未免遗憾。 今年也是全舰第一年打亚冠,虽说近日来外援的让大家很闹心,但是不管如何,还是要收心打好亚冠。 8月28日,全舰和路倒路角的比赛就即将展开角逐,本打算26日下午出发的全舰却被驻在了路上。 据网友称是阴档天高速路上,有一辆车自然引起的拥堵,由于从天津到北京机场如果称坐高铁,则需要转成大巴车以及轻轨等等。 全舰官方并不想让球员周车劳顿,于是选择了坐大巴这样球员们就可以在车上休息,避免不必要的体力消耗。 有媒体觉得全舰这样的做法很不专业,但是天津全舰作为国内职业的球队来说,客场征战无数,对于出行的安排也并非毫无经验,只能说是发生了,谁都不愿意遇到的特殊状况罢了。 而有的球迷戏称,这是北京国安队的盘外招数,更多体谈资讯关注,微信老一说球,也有球迷开玩笑戏说北京国安通过各种操作,让全舰堵在了路上,不管如何,这场亚冠,之战即将展开争夺,在周际比赛面前,球迷们是始终一致对外的,祝福天津全舰。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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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